爺爺奶奶爸爸妈妈小宝宝 哥哥甜甜滴滴女妹不想帮忙 妄女操她心情甜甜蜜蜜的时光 欢迎来到哥哥一拉 小女孩儿子老十年 不想陪她的女孩儿子 每天有时早早有时 我们都ok 爱你 小带小子 还在阳光顺遞 我们一起拥拥圆 真的 真的 媽媽 你求求你 媽媽 媽媽 花花的媽媽說 她買了好多的伴手禮 說要送我們 等一下花花就會帶過來了 那我可不可以 留花花下來陪我玩家 當然可以 我來切點新鮮水果好了 謝謝媽媽 可是有客人要來 這樣的客廳亂糟糟的 不太好 弟弟把這裡收拾一下好嗎 好喔 趕快收 來 收一收 好了 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媽媽姐姐要來我們家喔 對啊 怎麼了嗎 弟弟啊 怎麼這樣說呢 花花來我們家 她就是客人啊 可是我不喜歡客人來家裡 我都要把玩具收起來 很麻煩 收玩具怎麼會麻煩呢 這本來就是應該的啊 而且啊 花花來我們家 把家裡整理乾淨 這就是基本的待客之道 可是這樣真的很麻煩耶 等他們走了 我才可以再把玩具拿出來玩 不是這樣 我不喜歡啦 很討厭耶 還有 每次有客人來家裡 你們都很多事情都不讓我說 對 弟弟你提醒我了 我先跟你說好喔 等一下花花來我們家的時候 你不可以對人家不禮貌 該說的話可以說 不該說的話不可以說了 我才不會亂說話 你們知道嗎 上一次花花來我們家 我覺得花花穿得很可愛 結果弟弟說什麼 弟弟說她穿得好扯 好像聖誕樹耶 你們知道花花有多難過啊 我超沒禮貌的 弟弟啊 你真的這樣說人家喔 奶奶 那天如果你在你看到 你一定會覺得花花姐姐 很像聖誕樹很好笑耶 可是奶奶覺得這樣說不太好 這樣花花聽到了應該很難過吧 可是我說的都是實話 我沒有騙人 你覺得你說出這些話 聽到的人會覺得 會不會有點傷心 會不會覺得難過 花花會不會覺得很受傷呢 好舒服喔 對啊 弟弟 人家有客人難得來我們家玩 當然要有禮貌啊 對 如果今天你去同學家玩 結果同學的家人也說 一直嘲笑你啊 對 不歡迎你來 你應該心裡也很不舒服吧 會有一點生氣 但是我現在就是不想把玩具收起來嘛 我不喜歡有客人來家裡啦 好了 那個門鈴響了 可能花花到了 那我去開門 來 來 快點 快點 花花 來 來 欸 花花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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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花花 真的太客氣了啦 回家記得也幫我跟媽媽說一聲謝謝喔 沒有啦 我媽媽才說每次都是我麻煩你們 不會不會 來 花花 客廳坐 來來來來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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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嗨 嗨 弟弟 奶奶她知道會麻煩就好 好 好客氣啊 花花你不用這麼客氣啦 我們好鄰居就是要互相幫忙啊 謝謝奶奶 來來來來來吃水果 阿姨早上去菜市場買的 看你喜歡吃哪一種 自己來啊 別客氣 看起來好好吃喔 謝謝阿姨 吃吃吃 我媽媽挑的水果都很好吃很甜喔 嗯 那娃娃等一下吃完水果 我們來玩疊疊樂好不好 疊疊樂嗎 好啊 我疊疊樂很厲害喔 來 我也不會輸啊 等一下 疊疊樂是我的耶 我才不要借 借 鐵過一下奶奶想要去上個廁所 奶奶等一下 廁所在那邊啊 妳往後走了 向後轉 好 奶奶突然間又不想上廁所了 弟弟 妳就借我玩一下嘛 遊戲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啊 而且很像花花男的今天來耶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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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好點子喔 只有妳最聰明 有什麼好點子啊老婆 來來來來 弟弟 上次妳不是說很想要玩一個什麼 什麼拳的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在忙 沒有人有時間陪妳玩 不如妳現在來教我們吧 媽媽妳記得喔 就是那個佛祖拳 她這個拳啊跟海帶拳很像喔 等一下我們來划拳 好啊 你說跟這個喔 跟海帶拳很像喔 對啊 好啊 我才沒興趣 姐姐沒興趣啊 那花花呢 花花有沒有興趣啊 我有興趣 感覺很不錯耶 弟弟 這個要怎麼玩呢 妳趕快教我們啦對不對 來來來 我跟大家說喔 要玩這個拳啊 要先學會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 盒子 盒子 握在胸前 第二個是 佛祖 雙手合十 佛祖 那第三個動作是 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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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一樣對不對 不能一樣 不能一樣 好 就很有趣 那誰要先跟我比賽 爸爸先好了 我覺得太難了 爸爸 加油 爸爸 加油 來 剪刀石頭布 爸爸贏了 來 一 二 三 四 盒子 什麼時候 沒有贏 沒有贏 加油 這給爸爸一次機會 你看 運氣 剪刀石頭布 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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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等一下 第一次就上手 等一下 爸爸太強了 不好玩 那 我跟奶奶比賽 我跟奶奶 我跟奶奶 好 來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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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奶奶我先開始 好 預備 開始 等一下 奶奶你都發音不標準了 是 奶奶 你發音標準一點 我們再來一次 奶奶你好可愛喔 你到底是要說 猴子啊 還是 我就太緊張了嘛 算了 我奶奶先不玩了 不然你快快快玩怎麼樣 我來加入奶奶戰隊 我來跟弟弟比賽 加油 加油 要加油 剪刀石頭布 預備 開始 猴子啊 猴子 猴子 好 猴子 再比一次 我知道 那我們來加速版的 好 剪刀石頭布 預備 猴子 猴子 好 好 好 妳撐了 麒麟加油 好 再比一曲 剪刀石頭布 不要急急贏了 對 猴子啊 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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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但是娃娃很厲害耶 奶奶戰隊三分 耶 太好了耶 娃娃跟弟弟這個遊戲都很厲害耶 很像猴子 又很像盒子耶 很像盒子 這個遊戲真的是要人多才好玩 對吧 還好 還好娃娃今天有來我們家 讓這個遊戲變得好好玩喔 對不對 對啊 好好玩喔 好好玩喔 那你剛剛還不見我們玩疊疊了 就說人多才好玩嘛 我 當時都不想見 奶奶就說 好鄰居來 當然就好玩啦 而且好鄰居來到我們家做客 我們就應該要怎麼樣呢 我們要 理尚往來 有禮貌 可是弟弟 你剛剛就很沒禮貌喔 好好姐姐 對不起 謝謝你陪我玩遊戲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比賽好不好 好呀 喔 花花 妳人真的很好耶 都願意陪我弟弟玩 不像我啊 就覺得我弟弟有點煩耶 喔 常常要我去玩那個玩這個玩那個的 我有時候還不想理他耶 其實你弟弟也滿可愛的啦 跟他玩遊戲很開心啊 而且啊 因為像我在家裡 都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有時候我就覺得很無聊 沒有人陪我玩 來到你們家就好熱鬧喔 有好多兄弟姐妹啊 然後爺爺奶奶也好有趣 然後叔叔阿姨人也好好 所以每次我來你們家 我都很期待 也超喜歡來的耶 真的嗎 我們也歡迎你常來我們家 好 好啊 好啊 我們學校還學了很多很多喔 等一下 剛剛玩的那個猴子啊 佛祖啊 盒子 我剛剛在旁邊看都學起來了 這次我也要參加 我要加入奶奶長長 你好 謝謝 加油 你一個比三個 我先 好 加油 石頭布 我先預備 猴子啊 好厲害 好厲害 祖母最聰明 你怎麼想到這個好點子的啊 小朋友就是這樣 快要吵起來的時候 轉移注意力就好啦 而且你看他們現在 玩得多開心啊 小朋友自己玩 我們就有甜蜜的 沒有人習慣了 對耶 那不知道今天下午 老婆你想要咖啡 茶 來配點小甜點好嗎 聽起來不錯耶 啊 娃娃媽媽送的小餅 我們先去後面菜來吃吧 好 我們先享用囉 可以嗎 好 老婆加油 加油 加油 預備 盒子啊 盒子 盒子啊 盒子 盒子啊 盒子 盒子 盒子啊 盒子 把爸爸媽媽笑吵吵 哥哥淺滴滴妹妹互相互蝣 還開始形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早安 大家好 早安 早安 小福 ري 來 小福 你趕快坐下來 我來我幫妳 我幫妳 謝謝 小福 你今天早上跟呱呱還有大叔一起 很怕 嗯 搞不定太誇張了吧 妳好手好腳好健康 怎麼還要兩個男生幫妳背包包 因為我的手手傷了 不 妳是被狗咬嗎 怎麼腫這麼大 不是啦 阿妮 我是昨天晚上 無法把車門關得很大力 就被夾到了 對啊 還好剛剛有遇到大叔和呱呱 他們幫我拿東西 謝謝你們喔 不客氣啦 這是我們同學愛的表現 對 不愛 叮 沒有 天空槍幫忙本來就是應該的啊 而且我跟瓜瓜運氣都很大 這件事情小意思啦 OK 我跟你們講 我的手足筋好像有點受傷了 我可以舉這個高度 我可以舉這個高度 超過肩膀 我舉不起來好痛喔 好可憐喔 所以可以抱我背包包嗎 阿妮 你這邊好像髒髒的耶 哪裡才洗過啊 沒有 你手舉起來了 你騙我了耶 開玩笑嘛 阿妮 不好笑 你就是濫用我們的同情心 沒那麼嚴重啊 阿妮 你不要惹瓜瓜生氣啦 他生氣我 一直哭喔 那你不要哭啦 我請你吃麵包 好 真的 笑了 笑了… 你看 瓜瓜 為了感謝你早上幫我拿包包 我的早餐也給你吃 哇 謝謝你 剛剛幫你背包包啊 真的有點餓了耶 小福 我也可以幫你背包包啊 那也可以請我吃早餐嗎 為了早餐才要幫人家背包包喔 對啊 說好的同學愛呢 我只是開玩笑的 而且我已經有阿妮的麵包啦 來 小福 妳的早餐還給妳 妳要多吃一點 這樣子妳的香菜會趕快好起來喔 好吧 謝謝 小福 今天放學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幫妳背包包 給妳回家喔 而且 小福 你趕快吃 不然等一下要上課了 對啊 來 我幫你看 謝謝 妳的早餐自己吃啦 早安 大家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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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同學們大家昨天睡得好嗎 今天有沒有很有精神 欸 小福 妳的手 怎麼了 老師 我昨天被我爸爸車門夾到 所以手受傷了 包這麼大 感覺好痛喔 欸 小福 你這個傷口啊 要特別注意 不要碰到水喔 要不然萬一感染就不好了喔 好 我知道了 謝謝老師 各位同學 小福的手受傷呢 可能會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要幫忙她 知道嗎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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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請妳放心 我們男生啊 最有同學愛的 除非是任何朋友 我們都可以幫喔 老師 女生也是喔 嗯 太好了 我就知道我們班的同學 大家都最有愛心了 好 那如果小福有任何事情 任何問題 隨時都可以來找老師 知道嗎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終於放學了 對啊 欸 小福 妳的課本怎麼那麼白啊 妳相信這東西有抄筆記喔 沒有啦 因為我的手啊 對… 那不然妳課本給我 我幫妳抄 啊 小福 那妳的聯絡布 我幫妳抄幫 聯絡布 嗯 好啊 好啊 小人 小紅 謝謝你們喔 沒事啦 妳的手受傷嘛 對啊 妳手不方便也沒有辦法 啊 妳要記得 像老師說的 傷口不能碰水 要掃動才會好得快喔 嗯嗯嗯 好 我知道了 謝謝 打掃時間到 趕快站起來打掃了 好 趕快找完趕快回家 好 男生們 小紅小蘭在幫我抄筆記了 不然掃具給我吧 我來幫他們 妳休息 坐下 對啊 妳都手受傷了 交給我們男生就好了 對 對啊 妳都受傷了 那邊 那邊很髒 去掃一下 我掃啊 對 妳掃 那這給妳 我來掃妳這裡喔 好 欸 小福 妳的手還沒好嗎 妳不是說 昨天要去給醫生護診 醫生沒有說 妳的手好一點了 可以把繃帶起來就好了 喔 我 我昨天有去看啊 對啊 醫生就說 我的手還很嚴重 所以 要繼續包著 嗯 還沒好 還沒有好 一定是因為小福的手 還很嚴重 不然他剛剛也不會在 巷口遇到我 然後叫我把他背包包 小福 妳這次夾得真的很嚴重耶 嗯 我之前被車門夾到 我三天就消腫了喔 妳這個一個禮拜 怎麼還跟上禮拜一樣腫啊 大樹的手三天就好了 妳為什麼 已經過了一個多禮拜了 妳還還沒好啊 一定是小福的手 傷得特別嚴重啊 就一樣 沒關係啊 小福 妳還用我們啊 我們還是會繼續幫妳 操筆地 我還會幫妳操連絡目 嗯 打掃的事情就交給我們 沒問題 包包 我繼續幫妳背 怪怪的 妳這樣子不行喔 妳應該要去換別家醫院看一下啦 因為如果一直沒有好的話 這樣子一直受傷下去也不是辦法啊 對不對 越來越嚴重 對啊 多換幾家醫院看看啊 瓜瓜不用啦 不用啦 可能是我 是我自己體質比較差 所以它好得比較慢 修復比較慢而已 沒關係 沒關係 再一個禮拜應該就好了 好啦 那這段期間 大家就繼續發揮同學愛嘛 就OK 繼續互相幫忙 好 好 小福啊 可以借我橡皮擦一下嗎 好啊 借妳 謝謝 小福 妳的手真的受傷得好嚴重喔 沒錯 我真的覺得 沒有 瓜瓜 妳把她的手怎麼了 小福的手指頭好可憐啊 就 你的手根本沒有走嘛 對啊 而且她上次受傷的是右手 這次包的是左手很奇怪耶 對啊 小福 你怎麼可以騙我們啊 妳說謊喔 對啊 虧我們還擔心妳這麼久 妳這樣很不應該啊 對 小福 好 大家 對不起啊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好 好 大家 好 老師 我跟你講 老師 老師 小福的手指頭好 等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啦 鬧轟轟的 老師 我早上發現了 小福的手已經好了 她騙我們 對 她說話 對 小福 你自己說說 發生什麼事呢 我上禮拜手受傷的時候 大家都很關心我 很照顧我啊 還幫我做職業生抄聯絡部 所以 我就覺得很享受那種感覺 就不小心騙了大家 你知道你這樣做 是濫用我們同學之間 對你的關心還有同情心嗎 發現其實我們都是被你利用之後 我們其實會覺得很難過 會覺得我們今天同學 不是真正的友誼 不是這樣子利用的 謝謝瓜哥 很髒耶 很髒耶 小福 你知道你這樣子的行為 會讓同學們很傷心的 大家關心你 照顧你 幫忙你 可是你利用了大家的真心 欺騙大家 那不就是說謊嗎 那就像是放兩個孩子 以後 如果你真的需要幫忙的時候 那同學們 還要不要繼續幫助你呢 真的很抱歉 但我保證真的絕對 不會再騙大家了 小福都這麼誠心的道歉了 你們願意原諒他嗎 願意 小福 你下次不可以再騙我們 不可以濫用我們的同情心了 絕對不會再騙大家了 那你們看 我現在手也好啦 這禮拜 所有的忙都換我來幫你們吧 那今天換你幫我擦聯絡簿 好 那等一下我要搬作業 不許老師辦公室你幫我 可以 我力氣也很大 我等一下要擦黑板 你幫我擦 好 全部那邊都交給我 那待會下課去上時間 裝睡你陪我去裝 可以 那今天你要把後面櫃子 通通擦乾淨喔 你們都把自己該做的工作 丟給小福 這樣不會太殘忍了嗎 老師 我們是 開玩笑了啦 我知道你們開玩笑了 一起喔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爸爸 哥哥甜甜甜甜甜 妹妹不想幫忙 快開心甜甜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的地道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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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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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OK 愛你 愛你